好 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2000的大电流发生器 就是我们这个设备 我们这个设备的话 就是跟平常的这个大电流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这个可以测我们的CT便比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大电流的同时 可以把这个CT的便比给测出来 这两个端子接到我们的CT便比达二次 可以把CT便比测出来 同时也可以把这个断轮器的脱扣时间给测出来 比如我们给大电流 跟那个断轮器通入大电流之后 这个断轮器它已经脱扣了 我们把这个开入点接到我们这个设备 我们就可以测出来这个断轮器的脱扣时间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大电流的一个功能吧 这个是主机 我们看一下附件 这个就是我们配的附件 附件包 我们把它看一下 附件包里面有两个夹子 一个大夹子 接地线 这两个是接这个脱扣的 这个是接二次的 CT二次 这个是接我们的脱扣的 开入量 除了这个信号线之外 下面有这个大电流线 大电流线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电源线 电源输入线 好 这是我们这个附件情况 下面我们做个试验来看一下吧 看一下我们这个设备是怎么样用的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这个主机的面板布局情况 这边的话是我们一个电源输入 就是一个电源输入 这边是一个电源指示灯 我们现在已经插上电了 所以这个指灯就亮起了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总开关 总电源开关 这地方是接地 这里是我们调节电流的一个旋钮 可以通过它来调节我们电流大小 这个地方是一个低压电压 还有输出时间的 就计时的一个表 下面是一个电流 还有我们的辨别的一个表 待会我们做试验的时候可以具体看一下这个显示的内容 这边是我们接我们CT二次的一个输入端子 这个地方是我们接我们端容器的长臂点和长开点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电流输出 这里有三个按钮 一个是开始实验 一个是停止 一个是锁存 锁存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屏 屏就会进行一个停止显示 一个锁屏的一个操作 看完这个面板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这个接线 这个地方接我们的电源线 这里接我们的CT的一次 这个地方接我们CT的二次 这个地方接段路器的这个脱口的长臂点 就是长开点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标准护管器 我们创新一扎 选的是S和S5 我们来测一下我们这个护管器的一个辨比 看准不准 好 我们接完线之后 检查没有问题 我们打开这个开关 好 打开开关 打开开关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地方是一个电压时间的一个显示 下面这是一个时间 上面是一个电压 这是一个时间显示 一个即时显示 这是一个电压 就是一个输出的一个低压电压 下面的话会有一个一次电流 二次电流 还有CD辨比 上面是一个急性 就是一个关于护管器CT的一个显示 好 我们点击这个开始实验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缓慢的进行升流 好 我们缓慢进行升流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上面 这个下面这个显示 这个急性 机性 还有我们的一次电流 二次电流 还有辨比 我们这个辨比是1000比5的 它测出来是非常准的 好 我们可以把电流升到500安 好 电流升到500安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锁屏按钮 进行锁屏 然后它这个值就不会跳动了 我们可以对这个瓶进行读数 急性 一次 二次 辨比 就是1000比5 这整个的一个锁屏的一个读取 好 这是我们这个大电流的一个输出 还有它便秘密测量的一个功能 下面我们演示一下它这个计时的一个功能 首先我们把这个把这个电流子调到我们需要的一个电流大小 比如说我们800安 我们调到800安 调到800安之后 把我们停止 这个时候我们核档开关之后 我们这个计时就会从零开始计时 直到我们的端端器跳开 它就会停下来 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端端器的脱扣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端端器 我们就用这个长臂点进行模拟一下 好 我们这个进行开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时间 toco时间是284.9毫秒 就是我们一开始启动 它就会输出一个800安的电流 然后我们端端Toco之后 我们就可以记录下来这个Toco的时间 好 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使用方法 谢谢大家